哈喽大家好我是斯蒂 今天这支影片呢是来分享一个秋冬美白的功课 这一大篮子里面装的全都是我秋冬会用到的美白产品 自己认为自己算中等白这样子 也不是非常白的类型但也不属于黑 所以结合我自己的经验分享这支秋冬美白功课给大家 有兴趣的跟我看下去吧 首先说一下每个人自身能白的最大程度 就是判断你还能不能再白了 一般都是看大腿的内侧或者手臂的内侧 那我现在不好把脚盘上来给你们看我的大腿内侧嘛 手臂这一块请忽视我的小肉手 如果你觉得这一块的颜色比你身体其他部位都还要白的话 那你还有再白的可能 那如果已经跟其他部位都差不多这个肤色的话 就你再怎么努力的美白都不会超过这个肤色的最白极限了 那第二点呢就是抓住你黑的原因 然后对症下药 根据不同的方向使用不同主攻的产品 第一个问题就是不爱涂防晒 要是在手指外线而晒黑 防晒真的真的是很重要 而且大家不仅在夏天要涂 在秋冬这个季节也都是要涂防晒的 并且防晒产品还要选对 要买那种晒不黑的防晒乳 那我自己是推荐这两只 质地都非常水润保湿滋润 都很适合秋冬季节的时候来用 Ali的这款白身蓝字的 它的话我真的不只是在夏天涂 秋冬也会涂 然后它的酒精味偏溶 我不推荐涂在脸上 比较适合涂在身上 涂在皮肤上面一点都不会咬皮肤 并且呢它是属于晒不黑的产品 另外一款是Nurasolu的这一只 它的质地和防晒指数还有效果 我都觉得非常的棒 因为我也觉得这款是晒不黑的类型 所以推荐大家买防晒的时候 一定要看它是不是属于那种 真的不会被晒黑的款式 那第二点呢 就是因为你各种皮肤问题 导致你的肤色看起来不白 比如说有痘印啊 或者斑点啊 整个肤色不均啊 或者你没有定期除角质 角质层太厚 看起来也会显黑 那痘印和斑点呢 可以用到类似热敦细细和 Obagi的维系精华液 还有湿完这个去痘去痘因膏 另外后续可以再涂一些美白产品啊 眼霜之类的 这款小灯泡很早买的 所以还是旧包装 这里推荐大家涂这些美白精华液的时候 一定要顺道涂在脖子上面 就差不多皮肤一半的量这样子 一定一定记得要把脖子给涂上 因为脖子就连接着脸嘛 如果你的色差太大的话 看起来真的会很奇怪 所以不要吝啬你的美白精华 那这里一定会有很多人问 脸和身体的肤色不均匀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买这种量大价优的一人水来 就是用这种大张的化妆棉 最大尺寸的 每天洗完澡以后 用它来湿肤身上 全身都涂一遍 保持几个月下来 你会明显看到肤色去环的效果很明显 也能改善脸和身体的肤色不均匀的问题 除了一人水呢 有条件的话 另外还可以买这个雪姬精的美白化妆水 也是洗完澡以后拿来涂全身 还有选日系美白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它有没有药用这两个字 专药专店里面标有药用这两个字样的产品呢 它们都是日本政府有承认的 很有效影子黑色素形成的产品 那简单一点来说吧 就是有些药用就是保证绝对能变白的意思 接着就是刚才说到的去角质 一定要养成一个定期去角质的习惯 如果你的角质层太长太久都没有清理的话 你的脸看起来整体也会很黑 我自己试用QR的这款活性水素水的角质精华 它就非常非常的温和 对皮肤比较没有负担不刺激 那差不多每周清理一到两次这样都是OK的 你会发现你有去角质和没去角质的时候 脸会净白很多 接着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在美白的同时保湿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做足了保湿你的美白才会有效 平时就可以用这种高保湿的化妆水啊 或者刚才说到的一人水 或者多敷一些美白和保湿功能结合的面膜啊 这款是我的美丽日记黑珍珠面膜 因为它敷完以后脸的透白感真的很明显 这种美白面膜适合一星期一到两次嘛 那平时每天的话都可以敷这种热敦的维他命C面膜 那维他命C不管你是实用还是用在皮肤上面都是有美白功能的嘛 它就是这种抽取式的 非常的方便你每天抽一张化妆前用啊 或者晚上睡前敷一张 价格便宜量又多用起来也方便 并且这个价格呢它的面膜质质地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要浪费后我把它涂在手肘 因为手肘这个地方也是很暗沉的有没有 平时美白精华涂弯脸以后化妆棉上还有残留的都可以把它利用在这些手肘和膝盖上面 还有幼天郎的这款美白果冻状面膜 它敷完的透白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接着第三点呢是习惯问题 比如说一些妹子会有抽烟的习惯 或者是长期处于在吸二手烟的环境里面 都会导致你皮肤蜡黄看起来就不透白 那一旦戒掉了呢皮肤整个痛会恢复变白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脱毛的习惯 如果你不拘小节的话你可以不处理这些毛不用管它 但是但是呢但是呢但是 啊啊啊我要疯啦 但是如果你想变白的话你一定要养成全身脱毛 你的整个身体肤色绝对会变白一到二个度 所以为了想变白的妹子们一定要记得脱毛 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天生性的遗传性比较黑 可能你的爸妈或者你的整个家族普遍都是不怎么白的肤质 那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通过靠内服产品了 比如说像那些很有名的美白王啊美白口服液 或者也可以补充维他命C 都是最常见和最有效的改善天生黑的美白方法 那类似美白王这一类呢它是属于雌激素内服 如果有乳腺增生问题的女生是不建议吃的 可能关注我比较久的一些老粉会记得吧 我以前也是有吃POLA的那些美白王 POLA的抗糖口服液之类的 但是现在是基本没有再吃了 因为我以前体检出来有双侧的乳腺小叶增生 如果继续吃这些雌激素比较高的内服品的话 可能就会发展成一些什么肿瘤啊或者更严重的 所以这里建议大家吃内服品之前 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体适不适合你再去着手这款产品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安全的美白内服 就是可以饱一些一人水啊 红豆一米汤啊 还有芙苓的这些去湿美白的清补汤 那多喝这些也是会起到美白的效果 可以去某宝上面收就很多有卖这些的 最后的手段呢就是通过医美打美白针 这个也是需要自己考量啦 我是没有打过 所以我没有办法把经验分享给你们 只是想告诉你们最后还有一个打美白针的方法 最后呢分享一下我自己懂得的几个美白小偏方 我觉得大家每天早餐喝牛奶的人应该还是挺多的吧 就是绝对有喝不完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呢你可以把剩下的牛奶存起来 然后可以用这种钢的紫面膜 把剩下的牛奶倒上去拿来湿敷脸 这样子呢也会起到一个美白的效果 就费路利用嘛不要浪费 还有一个呢就是用鸡蛋清那可能取蛋清的这一招会有一点点麻烦 但是你也可以不妨试一下 那提醒一下如果自身对乳蛋白制品有过敏的人不要试哈 最后一个小偏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冬季的 对我来说可能是冬天必须做的吧 就是泡澡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泡澡真的真的能变白 能养成一个泡澡习惯你会比没泡之前 整个肤色都会白两个度 那这些全是我平常买的囤起来的入浴剂 就是泡澡剂啦但是无论你用哪一款泡澡剂的话 都是会起到美白效果的 可能你们有印象对日本的妹子觉得普遍皮肤都很嫩白 那是因为他们真的很爱泡澡 就可能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会泡澡 那像我这样子夏天可能觉得太乐就懒得泡 但是冬天的话比较怕人泡一个澡会全身暖和很多 会很容易发汗排汗嘛 那发汗这一点绝对是好事 会让长期堆积在你体内的老废物质 随着汗一起排出 身上的脏东西没有了 你的皮肤自然而然会变白很多 长期为此泡澡呢 就会像日本妹子那样子有通透嫩白的皮肤 好了以上就是我秋冬会用到的这些美白产品美白分享 希望在这个秋冬对你们有帮助 那我们今天这支视频先到这里咯 下次咱们再见吧 拜拜